新闻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是 林口区公所为了庆祝住民 即将迈入十万大关 并借此宣导市民朋友节能减碳的观念 特别举办了十万人口徽章logo设计竞赛 希望为林口住民留下共同的图像记忆 林口区公所为了庆祝住民宿 即将迈入十万大关 并借以宣导市民节能减碳的观念 特别办理十万人口徽章logo设计竞赛 希望为林口住民留下共同的图像记忆 突破十万人logo的竞赛 也经过一次的厮杀之后 也票选出来了 那票选完毕之后 当然总有一二三名嘛 太多的一个竞争者 里面当中可以凸显的就是说 林口的这个地区的人才记忆 我们今年办这样子的 突破十万人的logo设计 其实所有的作品 我必须坦白跟大家说 所有的作品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选择最后优胜的时候 所有的评审老师都非常的为难 每一个都有他的特色 这次竞赛投稿作品相当踊跃 作品风格价为多元 叶金评选单位 刑务科技大学办理初审 及区公所9月8号召开复审会议之后 区院任获奖名单既有9件 其奖项等分别为特优1名 优等2名及加作6名 今天我们很高兴 能够由詹亚廷所设计的 这个林口10万人的logo 脱影而出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logo 能够表达我们对林口将来的期望 能够代表着我们林口 突破10万人的喜事 区公所在子弟系活动时公开表扬获奖同学 并规划将获得特优奖项的徽章logo 印制在纪念品上 赠送给4名朋友共享喜悦 永家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